英国公布查尔斯三世硬币肖像和政府大楼红色油桶上的新君主标志 查尔斯三世硬币肖像是英国雕塑家马丁詹宁斯·Martin Jennings的作品 并获得了查尔斯三世的亲自批准 詹宁斯说 他的作品是根据查尔斯的一张照片雕刻而成的 这是他所创作过的最小的作品 想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将在未来几个世纪看到并持有一有查尔斯三世肖像的硬币 令他感到谦卑 按照英国王室传统 硬币上的查尔斯三世肖像面朝左边与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硬币上的肖像朝向相反 围绕肖像的拉丁文明唯一为国王查尔斯三世蒙上帝恩典信仰的感慰者 英国皇家铸币厂在一份声明中说 未来几个月 查尔斯的肖像将开始出现在流通中的硬币以及一些纪念作品上 首批印有查尔斯三世肖像的硬币将是特别发行的五英镑硬币 以及纪念伊丽莎白二世的五十便是硬币 据此前报道 9月27日英国白金汉宫皇家铸币厂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以及皇家邮政集团宣布 英国将逐步推出亦有国王查尔斯三世肖像的硬币纸币和邮票 26日白金汉宫还公布了即将出现在政府大楼和红色油桶上的新君主标志 由英文字母C R以及罗马数字三构成 C代表查尔斯三世的名字Charles 而取字Rex 拉丁文终以为国王 未来数月之数年内 这个新标志将出现在英国的政府大楼国家文件以及红色油桶上